中国知名主持人良田 日前透过社群公开的搭地铁时 遭到陌生男子骚扰的经历 他透过当时在地铁上 被一名陌生男子委屈了将近一小时 对方还拿出手机不停的偷拍他 他试图通过反派该名男子 来吓阻对方的行为 但是却一点用都没有 刚开始他还不确定 对方是否有意为之 于是故意放慢脚步让对方先走 接着自己往反方向离开 没想到随后却发觉 该名男子再次出现在他身后 才确信自己真的被跟踪了 虽然在这期间 该名男子没有对他做出什么事 但是对方紧盯的视线 却让他有种被侵犯的感觉 然而有许多网友质疑 为何良田当下不立即报警处理 甚至有人认为被对方盯着 并算不上是性骚扰 对此良田随后无奈回应表示 用欣赏的眼光看人当然没问题 但是委随加上偷拍就是性骚扰了 原来不少网友力挺他 直言就要感觉到被冒犯了 就是性骚扰的行为了 希望警方能早日逮捕嫌犯